清单 这个清单 我可以让它自动去排序 比如说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大自动排序 很快自动帮我排序 那这个好处是说 如果你工作表数量非常的大的话 你可以按照比如说 它这工作表里面 假如有数字的话 它按照数字排序 或者按照英文字母排序 其实非常好用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不懂得排序 你就变成要图法链钢 慢慢自己搬来搬去 其实很花时间 那首先你第一个规则 那我们这个程式要怎么撰写 能够由大到小 基本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直接来 先来看一下程式嘛 基本上会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程式 其实你们也可以录一下 那录制的话 其实基本上会录制一个叫 Move Move的动作 那首先 我们这边需要了解的 就是所谓的那个阵列 那阵列 基本上在前面 好像我们的入门班里面 有提到过 所谓的那个阵列的相关的范例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印象中在那个补充资料 我们的那个云端白板里面 在入门班里面 有一个那个 销货单里面就有用到 其实销货单这个范例 如果各位有兴趣 我一句也可以试试看 那所谓销货单 就是说 将来我要什么 搬资料的话 比如说我要把那个销货单里面输入的资料 把它丢到那个销货名系里面去的话 那这个工作表里面的资料 要放到另外工作表里面去的话 那我需要一个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那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宣告一个阵列 那因为刚好有八笔资料 所以我宣告这个一个A的阵列 刮胡7 为什么是7呢 因为阵列空间是从0开始 它的编号从0开始 0到7 刚好可以放8个东西 那也就放8个资料之后的话 我们再把这8个资料 从这个工作表 移到另外一个工作表去 并且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面去 这个是在入门班的时候一个范例 那怎么样可以把 第一个就是如果说 你需要有放8个资料的空间的话 你可以宣告个阵列 那阵列名称假设是A